有网友在她的微博询问李小璐的情况 盛小芳回应称 李小璐现在没事 并且还替她给粉丝承诺 未来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在评论区也有不友好的网友 询问李小璐跳楼了没 表妹也回对称 希望你走路不要跌倒 李小璐跟亲密视频曝光后 跟法常文回应此事 在文中暗指两人视频流 出原因疑是贾乃亮 恶意报复的操作 贾乃亮姐姐看到常文后 立马站出来为弟弟发声 Gong的说法传属造谣 已经提交律师起诉 李小璐在视频曝光当天上线75次 当都没有发声回应此事 只是安静吃瓜 在事发后一天 李小璐的表妹盛小芳的评论区 遭到网友轰炸 她终于忍不住发声替表姐辩解 盛小芳告知认为李小璐行为不对的粉丝 你怎么知道谁好 谁不好 不能看表面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可见盛小芳与李小璐的关系非比寻常 对她的私生活及人品也都非常了解 她在今年4月曾晒出与李小璐妈妈张伟欣的合照 并在文中直呼她为舅妈 间接证实两人亲戚关系 11月15日深夜 李小璐终于上线回应近几年来 在她身上发生的负面事件 她在文中描述了耶稣门风波后 她遭遇网络暴力的绝望心态 还自曝曾一度想要跳楼自杀 为了女儿才坚强活下去 疑似想通过卖惨来洗白一切 眼尖的网友当然不会买单 这篇长文一发出 她的口碑更差了 除了遭到网友炮轰太虚伪 李小璐还遭到两家官媒炮轰 先是新华社发文怒斥她浪费公共资源 接着在昨日心惊爆又斥责 她有拿农村老爷爷故事 生印给自己洗白的嫌疑 因为老爷爷与网络暴力毫无关联 李小璐夜宿门事件后 就曾多次想要付出但都失败了 当下又遭遇视频风波 还成为了失婚女人 法长文解释又被官媒痛批 强行洗白 真的很让人担心她的状况如何 11月15日有网友 在李小璐表妹的微博询问她的情况 盛小芳回应称 她现在没事 并且还替她给粉丝承诺 未来会出现在大屏幕上 当然在评论区也有不友好的网友 询问李小璐跳楼了眉 她也回对过去称 希望你走路不要被跌倒 在法长文洗白遭到官媒炮轰 网友纷纷猜测李小璐凉透了无法翻身时 她还用小号关注了张博之 以及多个电影舞蹈类相关视频来调剂心态 可以发现她内心依旧强大 的确如表妹所言没什么事 如果她撑过这关 如表妹所言未来再度付出站上大屏幕 大家会继续看她演的戏吗